有一個連結,他們點進去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登入我的帳號 所以我可以看到這些清單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 那我點進來的話,這邊就有一個連結 像比如說,我們第五次上課的內容 就講這些,那這個有個連結 他回去,不能在手機上 他可以看到上課的整個清單 那回去他們就自己看吧 哪些地方不熟,自己回去慢慢看 應該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而且好處真的就是 你不需要把你講過的東西重複一遍 頂多的話呢 就是我每次上課,我都重點提示一下 如果他覺得有些地方他不清楚 回頭請看上個禮拜的影片吧 那我就不贅述了 可以跳過了,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數位時代 這個地方真的是還蠻好 所以你留下來你會省很多力氣啊 而且甚至有些影片 可能除了我上課學院看得到之外 其實外部的學生也看得到 想要來學習的也可以看得到 甚至我遇到很多是國外的華人 他們想學習沒管到 甚至是中南部的學生 他們可能想上這個課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到北部去上課 那怎麼辦,看YouTube影片吧 所以其實藉由YouTube 認識我的人還蠻多的 如果你有看YouTube的話 而且對這個議題 你是LBB也有興趣的 應該沒有不認識我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上面影片實在太多了 多到我自己都嚇一跳 因為我YouTube上面放的影片數量 大家人家放個幾百個就算厲害了吧 幾千個已經算是不得了了 我放了好幾萬個 為什麼 因為從2006年上課錄影到現在 累積下來超過2萬個影片 OK,2萬個影片是什麼概念 硬碟要裝的裝不太效 所以我自己有些影片 我都已經不知道 每次都要買硬碟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要在整理影片 雖然我蠻喜歡去日本的 OK 所以 像前一陣子不能去日本 所以最近有空就開始 把以前去日本的影片做整理 OK 那當然啦 拜那個YouTube啊 還有那個Google所賜 以前可能要買很大的硬碟才會辦 現在我現在都通通放Google相簿 我剛剛跟各位分享 像影片裡面曾經出現的什麼樣的東西 他會自己幫我找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還蠻棒的 OK 好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提供給各位 我是習慣的是 第幾次上課 上課內容就這個 上課的影片就這個 然後點擊碼 那就有個list的清單 有沒有 所以你們如果 將來要做 不見得一定要這樣做 或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我這一件事情已經做了15年了 15年如一日都做一樣的事情 沒有改變過 但我希望做一些調整 但後來發現 好像這樣就好了 OK 如果大家覺得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更好 也許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吧 因為我也想要知道說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也在做這件事情 但我其實我也不是圖什麼 很多人說 老師你YouTuber賺很多錢吧 從來沒想過這件事情 反正做自己開心就好了 OK 就這樣一路做下來 那我相信當然 我還是會持續做下去的 OK 那這個部分 另外的話 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Google論壇 所以每一次上課 每一次上課 一個一個一個的 所以呢 一個學期假如有14次上 14次的話 那就會有14次的清單 OK 所以這邊一直列出來 那最後期末 這個論壇呢 那等於就是一個線上教學的 完整的上課錄影 所以有些學生 甚至 會跟其他同學分享 你看這個老師 他其實沒說 可沒關係 你也可以 把這個影片看過 然後 也許會引起他的興趣吧 那 這個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這樣 類似這樣一個清單 OK 再來的話呢 其中 因為我上課大概就分了其中跟其末 那其中的話呢 主要是 請他們做什麼 做那個 這個 類似 住宅切道 這個 的練習 但是叫他們不是要做 一樣的東西 比如可以改變一下 那後來我發現 學生做最多的 是做什麼呢 做那個 自行車的切道按鍵 因為後來發現 他們對自己有些 還有什麼機車的切道按鍵 因為他們想說 車子停哪裡最不安全 避開那些熱點的話 相對 自然就會比較好 趨急避兇一下 所以他們就 在台北政府上面找一下 這類似 然後我就請他們說 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函數 聚齊VBA 就我剛剛講的 OK 甚至呢 可以再加上樞紐分析表 有加分 OK 這大概我的其中部分 然後學生就做什麼 像有個學生做的還蠻好的 因為呢 他要租房子 那他想知道呢 租哪個地方的CP值最高 OK 所以呢 他就去網路上把所有的 出租相關的資訊 把它撈回來 然後他發現喔 這個出租案件最多的 居然是在哪裡呢 中山區 其次是大安區 但是其實他主要是希望說 租哪個地方的 價錢應該是最合理的啦 不一定是最低的 所以他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OK 這邊 這個出租案 然後底下的話呢 出租數量他找到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說平均的租金部分 你會發現喔 哪一區的行行最低呢 也可以看出來 最貴的話呢 不意外 剛好是信義區 我本來以為是大安區啦 因為大安區那邊也是非常非常貴喔 不過其實也在伯仲之間喔 然後再來中正區 中山區 那最便宜的話呢 在文山區 跟南港區 不過其實為什麼這兩區 會比較便宜 可以理解啦 文山區那邊可能交通方便吧 OK 那南港 可能正在發展當中 OK 所以呢 如果要住便宜的話 當然就可以往什麼 北投好像也有點偏 也有點 離市區比較遠 所以大概是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行情 那 甚至這個學生還蠻認真的 他想知道喔 這個台北市租金最高的街道 到底是哪 哪幾條路上 所以你會發現喔 出現這個 最高的喔 好像也沒有很意外 為什麼呢 丁州路剛好在哪裡呢 他的公館 剛好離那個什麼 離那個台大 跟市大 喔 比較近一點 所以可想的是啊 因為是不是學生 的需求關係喔 所以 把那個部分 的租金給炒高了 其他他會把每個 這個有一些 比較前面的那個 地段的租金喔 給列出來 OK 所以他滿門 另外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學生喔 因為他媽媽抱怨說 那個物價也在漲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在漲 所以他也把什麼 物價指數相關資料撈出來 然後畫了一個折線圖 看看這個折線圖 是往上還是往下 然後他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他就真的做了這件事情 有沒有 雖然呢 其實他 長遠來看喔 他是從民國87年到 109年 這麼長的時間啦 那 你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 是往上的 可是其實 並不太明顯 那也就是因為 這樣的關係啦 其實對大家來說 因為很慢 所以 感覺不太出來 但實際上 是 物價是有在上漲 是絕對沒錯的 OK喔 他是用數字來講話 然後他就跟媽媽媽講 你看 欸對 你想是對的 OK喔 那 再來的話呢 期末部分的話呢 那我就再進一步 就是 加上剛剛講的 抓網路資料 分析 加視覺化輸出圖表 這個就很困難了 因為背後 程式複雜度 非常的高 但是呢 我也提供給他們 完整的程式啦 OK 那有些是我自己寫的 我寫完之後 然後我就說 你放在那邊 你可以當飯本沒關係 你可以改 但是不能完全跟我一樣造鈔 那學生做哪些呢 其實我們來看 其實學生 做的甚至什麼呢 哇 這好像是 會計系的學生做的 剛好 前一陣子 剛好那個台積電的股價 一飛沖天嘛 從100多塊 沖到500多 600多 就他對這個議題 滿有興趣的 所以他把那個 台積電所有的資料 統統都抓到了 並且做一個按鈕 其實這個資料 是按下按鈕之後 動態的從網路上撈下來 然後並且做分析 呈現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底下會製所有的相關圖表 他把所有的這個圖表 把它會製出來 OK 這個是用Excel做的 OK 不是用人工 是用程式做的 所以其實 假如說 我們會做的 有機會 是用程式做的 好嗎